農委會十四號上午舉辦 臺灣有機認證農產品 首度邁進國際市場記者會 展現政府推動有機農業 產銷並重成果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 有機生產者只要符合 國家的有機標準 都能外銷到日本 澳洲等五個國家 也將陸續簽訂雙邊互認協議 強化雙邊貿易及交流 那我們從去年的十月底 到現在為止 包括日本 包括澳洲 包括加拿大 美國 紐西蘭等五個國家 都已經簽了有機同等性 有機同等性的意思是說 只要符合我們自己國家的有機標準 我們的農產品 就可以輸出到這五個國家 農委會表示近年來 仰賴農友辛勞及純熟的加工技術 讓有機市場及有機產業蓬勃發展 業者也響應農委會企劃 努力拚外銷 主委陳吉仲則強調 未來還有超過四個國家 跟我國談有機同等性 拓展海外商機 我們本來都是國內銷售比較多 其實在各大通路都有啦 可是我們這次響應農委會的這次計畫 就是說看有沒有辦法拚外銷 然後讓我們國內的農產品 可以外銷出去 後面還有至少超過四個國家 包括印度等這些國家 陸續在跟我們談有機的同等性 那我想這個之後呢 會讓我們的有機外銷的市場 會再擴大 那這個部分我應該會很快的 就會來溫產 農委會鼓勵業者透過貿易交流 強化自身產品優勢 增加市場競爭力 將我國產品邁向國際市場 打開知名度 原始新闻嘎瓦楼保台北市採訪報導